这个是我在保安昨晚住的挂鼻窗啊 还不错24小时空调开着的 这个是厕所啊 上厕所的然后洗澡的 这是冲水的 我住这个呢算是这家顶配了啊 六人间然后带空调带毒我也顶配了 十七块钱一天挺爽的 空调24小时无间断盘 就是卫生的话还是比较堪忧 肯定比我前天晚上看那个墙多了 前天晚上十个天一晚那个 全是蟑螂跟老鼠那个 这儿的这儿没有蟑螂老鼠 但是还是有臭风什么跳的什么的 或者说床垫不干净 反正我现在就是我裸露的地方全是包 我胳膊上我腿上还有我腰上 全都是包特别痒痒 昨天晚上痒痒我睡不着觉都 那个 那个疙瘩 雪疙瘩还是 不是什么痒 这是客厅啊也被放了很多床来睡觉 没空调的聚热跟正常拿似的 这是洗衣机啊 昨天我洗衣服了我以为是这个呢 结果这是坏的 这个是好的 然后这是我昨晚住的这个楼的情况啊 就很破旧那种老楼 你们看 就跟对面差不多 现在正在去汽车站的路上 准备去龙滑 其实的话 我现在心里是有点打退堂鼓 不想去的 我现在挺想就是找市中心那种 稍微好点轻吕躺几天就去泰国了 这边条件太艰苦了 确实真的 还有这边什么臭臭老鼠蟑螂 还有天气 真的我走在广东街上 我都喘不张气了 这边又热又潮 感觉跟正常拿似的 北京跟北京呆习惯了 北京没这么潮 还有一点就是我怕我真到了那边 也找不到太和志的日节 因为这边太黑心了 搬运工十八九块一小时 就一小时不停的搬那种十八九块一小时 真的就是我宁愿待着都不想干那种 你们知道吧 可能还是没到那份上吧 真正的挂逼人是身上没有一分钱才去挂逼的 不得不干了 我身上还是有点钱的 所以没到那份上吧只能说 先过去看看吧 看看再决定 家人们到了 传说中的挂逼圣地 龙华汽车站 龙贯人才大市场 在三楼还是二楼 现在去圣地看一下啊 到这边我就改成手机拍了啊 用相机的话太敏感了 有些人或者地方不让拍的啊 听说这边有一个五块钱盒饭啊 我先找找 现在两点了 到现在没吃东西那点饿了 好多挂逼老哥 这边卖手机的 看那边摆摊卖手机的没有 龙华电子二五元小时楼上报名 好多 卖手机的 好像那些手机都是那个大神的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钱了 所以就把手机卖了 听说晚上这边还有卖行李箱啊 或者啊 卖包什么都有 他们就是没钱了 什么都卖啊 刚我身后那家就是什么制衣厂 电子厂我问了不要抑制节的 最低价一个月 他说我要找制节的话 周末可能没有 他让我去那个 那跟那对山河大神做一块 也没准有人问我 行李箱就扔这 这可能 卖东西哪干嘛呢 看看去 你还打击人家都看着你 我看着啥呢 他看着你 嗯 我就给他夹看夹上了 好像是在卖数据线 卖牙花什么的 我看是 现在进龙华鞋子站里边看看 龙馆人才大市场 不过我算不上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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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像都是长期啊 每月七号发工资 二十二十五 二十一小时 二十五元左右吧 我感觉到 那里边都是长期的 我还是跟外边广场 跟那个挂杯老哥坐一块吧 看看有没有日接找啊 找个日接还挺不容易的 可能我时间来得不对 要不然就早上来 干白天日接 或者晚点来干夜班日接 我中午来 确实时间好像不太好 脚踏实地 为梦想努力奋斗 青春逢盛世 奋斗正当时 这边除了 咱饭就是 中介人力资源 除了挂杯老哥 那边还有几个女生 3.68 中介人的时间都有 谢谢啊 谢谢啊 西瓜 您好西瓜怎么卖呀 三块钱 您给来一块 谢谢啊 吃块挂鼻西瓜 甜啊就是不凉了 三块钱还行吧 您大爷还说我是把哈尔滨来的 我说话没有东北味吧 然后刚才也问我要不要住房子 那种床外房最便宜20块钱带空调 单间呢 他说68 然后我卡了一下说能60块钱一天吧 也带空调洗机什么都免费的 还有刚才那个13块钱快餐 你菜没有想吃了就算了 然后咱有个10块钱快餐 我看这10块钱的 猪脚饭自选快餐楼上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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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充电还有空调 猪脚饭 这边菜一荤一素10块 我要了个一荤两素12的 这边菜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感觉 我刚点完饭对面就出摊了 一个大爷卖炸酱面 卖热干面6块 就我就晚了 我就早来那么饮了 不然我就吃那热干面6块了 我真服了 现在来试试这个12块的 土豆鸡肉吧 然后胡萝卜还有豆子 楼上有位置 免费提供绿豆汤 切耳汤 猪脚饭自选快餐楼上有位置 免费提供绿豆汤 切耳汤 猪脚饭自选快餐楼上有位置 楼上有位置 中规中几位了 免费提供绿豆汤 切耳汤 猪脚饭自选快餐楼上有位置 免费提供绿豆汤 切耳汤 来来来来 一块伪装成土豆的姜 他俩被吃进去 因为刚我在广场待了一会儿 没有找到日记 可能这个点他们也去修计吃饭 附近200米有一个9块多钱一碗的 看上去其实还行 就是没空调啊没空调 我想还是想找个有空调 因为这边太多了 六块钱热干面大叔跑这来了 然后旁边还有个快捡十块 现在到住宿了 我找了个十九块一天的 图上看上去还挺干净啊 但是现实来这边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算上厨房吧洗衣机 厕所 然后就这么大 我住这儿 不过空调挺好的 然后这种被子我估计是从来没换过那种 我来说就这样 估计上一个人走了 没换过 看上去还行吗 歇了一会儿啊 现在五点半了 准备再去汽车站碰下运气 你们看我住这个楼外挺吓人的 蜜蜜麻麻的窗户 还有就是其实挺绝望的吧 我其实我跟那儿待了 一多小时吧 两小时我也没闲着 其实一直在网上找 确实有找到有加了几个群啊 有发那种日节的 但是其实一分钟不到就被抢光了 根本抢不到 群里有人发我立马就联系 然后还是抢不到 就做日节太多了 还有那种就是骗人的 应该是骗人的网上说 就是那种推广软件 然后让你自己去拿自己实名注册 什么的什么的 好像是骗人的 所以说网上找感觉还是 我还有我问了我隔壁床的那个 我隔壁床那个大哥就是管 管那个房间的啊 他说龙华这基本找不到日节 日节都是认识人的 都是有渠道才干的 这边都是长期公了 想去日学得去其他地儿 这边是叫做老哥 现在人明显比我中国来说多很多 就是好多老哥在这聊天啊 还干嘛 还干嘛 待着啊 聊天啊 待着啊 还有一些就是 真的在找日节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反正基本就待着 刚刚我看到一个说是 现写的一百 四百cc给一百五十块钱补贴 不对 两百cc给一百五 四百cc给三百补贴 我从来没陷过 现在你们知道吧 我在考虑要不要去 好像也得从这坐车也去好远 拉你好远 然后去 然后上过去下午回来那是 还有我寻思这也没测错 冲击中有没有骚完 然后呢 B站上有个B友联系我 他说下班正好路过 他有日节的 我跟着等会他 然后跟他聊聊 前面有打架的 然后那些什么新天地人力什么 就是那群人力下边看见没有 一堆睡觉的 听说就是晚上的话 就是底全都是睡觉的 挂鼻老哥 我离近点看一下 离近点看一下 太远了 听不清 看得到龙华骑车站那牌子 刚才就是 为什么吵架呢 我也没听清楚 因为我去一半去的 好像因为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是中介 然后跟另外一群找工作吵起来了 然后那个中介骂他什么穷塞什么什么 好像骂的穷鬼吧 听不太懂 然后 那有一个应该也是就是挂鼻大大妈吧 得有四五十岁了 他跟那个 前面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反正他跟公共场合 晾他的罩罩和内裤 挺震惊的吧 反正 那个我实在没办法给大家拍了 就是公共场合在那晾 然后大妈跟那站着玩手机 又来到中午这家吃饭了 是两婚一宿 十三啊 十三 这是对面那个碧友的 1下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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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准备回去了 看我身后 龙华鞋站全都是人 跟着睡觉还有摆摊 买上手衣服 买上手鞋的 买些充电线 然后今天日节 可能还是失败了吧 就没有想那么好找 然后日节都是给那些有渠道的 这边有那些专门 做那个床位房的 如果你住他们床位房 他们可以给你提供食物 跑的这些都跟他们的 然后那个 B站那个 呃 挂逼老哥 他给我威胁了 就是那个顺风日节的 搬东西的 快递分点的 不过就一个小时没给我消息 我看看吧 如果能回的话 明天去水下回不了 就我离开这吧 不得了 前面还有一些载货多了 就这样吧 反正会努力 老哥的生活比我想的还要 不是丰富多产 是要艰苦 大家不要轻易挂逼真的 不得了 我说是有渠道 是有渠道 是有渠道 那是有渠道 是有渠道 的 你不是有渠道 可以帮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